宁州连环杀人案现已告破,犯罪嫌疑人张东生因拒捕被当场击毙。 警方于事发现场营救出一名少年,目前状况良好。 据悉,嫌犯张东生出于一己私欲,才认杀死多名受害者。 朝阳哥哥,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谢谢你。 谢谢你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。 朝阳哥哥,你放心,我们是最好的朋友,我会永远替你守住那个秘密。 朱朝阳,希望你配合我们,把你知道的事都说出来。 张东生曾是你在少年宫的老师,除此之外,你们还有什么交集? 你们? 还有谁? 本校学生朱朝阳,不仅在校期间遵守纪律,成绩优异,而且帮助宁州市警方侦破了重大刑事案件。 他不仅是我们全校师生的榜样,也是当代青少年的榜样。 接下来,有请宁州市优秀学生代表朱朝阳同学上台演讲。大家掌声欢迎! 请察阿姨,你好,我是岳浦。我想告诉你,两年前宁州少年宫坠楼事件的真相。 让我发现。 岳浦找到了,没有生命危险。 婆婆 谢谢你 张叔叔 张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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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